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一篇经典的议论文 曾是著名的老三篇之一 被选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的课文 也是每个要求政治进步的人必读的文献 为人民服务可谓家喻户晓快至人口 今天让我们翻开历史的话卷 重新探寻毛泽东如何提炼为人民服务宗旨 看看为人民服务宗旨如何深入人心 众所周知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 1944年9月5号 中国革命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幸的坍塌 这天上午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为一口新挖的炭窑加固窑壁时 炭窑突然坍塌 张思德为了救战友 自己却被压在窑内 不幸牺牲 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1944年9月8号 张思德的追悼会召开 在追悼会会场上 白不扎的灵棚上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的横幅 还有毛泽东亲自为张思德追悼会提携的晚联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进行了集席讲话 提出了一个重要而伟大的命题 为人民服务 在场的同志无不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人员将这次讲话 整理成15000多字的文稿 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篇文稿又进行了五次修改 最后把讲话稿压缩至688字 定稿后1944年的9月21号 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 以新闻稿的形式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发表 笔者收藏的这份解放日报 发表的以引题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 主题毛主席亲自哀悼 副题为人民的利益而死 是死有重于泰山的新闻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最早文献 1953年为人民服务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陈伯达 原来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抄的标题是 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 送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觉得这个标题不能突出这篇文章的精髓 他拿起毛笔将原来的标题勾掉 然后在送审稿的上方写下五个大字 为人民服务 从此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 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一面旗帜 也是当前全党进行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援助之一 和一本好教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